朕是该夸你胸有城府呢 还是胸无大志 皇上与大中宰都是陈帝的兄长 都是为了振兴我大洲的江山 陈帝不想与兄长为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辟如昭露去日苦多 人怎么这么少 主上 做得好 只要给我看住夫人 重重有赏 谢主上 主上 主上当心 夫人 今天这么体贴还知道来服务啊 主上我是陛乡 主上 这酒真好喝 主沙 你喝醉了 这张脸 在哪儿见过 很久很久以前 回去吧 你的盐碗还在等你呢 你吃醋了 原来你也会吃醋 主沙 碧香 你快去拿些醒酒药来 是 夫人 你也会吃醋 起来 干什么 起来 起来 去躺着 躺下 原来 你也会担心我 我也心疼你 我也不想把你关在这里 只可惜啊 我自己先被关起来 我把我自己 关在朝廷这个牢笼里 我跟你一样 做不了自己想做的 夺不到自己想要的 我跟你一样 是个囚徒 囚徒 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天涯海角 不是人鬼殊途 而是他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他是最爱你的人 嗯 嗯 心疼吗 会不会心疼我 你喝多了 赶紧躺下歇会儿吧 我跟你一样 做违心的事 说违心的话 被追着跑 永远都停不下来 看着自己的亲人 一个个的倒下去 情缩 我宁愿倒下去的是我 是我呀 你赶紧躺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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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索 恨我吗 要说恨 你的恨该比我多吧 等我 你一定要等我 夫人请留步 大司空醉得不轻 我奉命去给大司空 做醒酒汤 主上有令 夫人不能出去 这大司空府里 戒备森严 我又能逃到哪儿去 这是大司空的腰牌 你们可要看清楚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大司空现在很难受 要是他出了意外 谁来担当 再说了 这腰牌还能是假的吗 腰牌是真的 夫人要去哪儿 夫人哪里也不去 你 你 你有骗我 骗 谁不是在骗 不过你骗我 我骗你而已 难道 你会真的关心我 你不是已经有婉儿了吗 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放过你 就算我放过你 你不还是照样 要回到我的身边吗 夫人 还是让我费些心神 亲自来照顾你吧 你放开我 放开 我今夜会一直陪着你 若不然 别人怎会知道你贤淑大方 你我抗力情深呢 你 你放开我 宇文悠 你干什么 夫人的意思是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诶 夫人 诶 夫人 砸花盆嘛 这个雅弥为父就理解不了了 好 砸花盆 有失风雅 你能守 我倒要看看你能守多久 皇上 皇上 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 皇上 参与声讨大忠宰的李司玛 昨夜 于府邸 包庇 据说是大荣宰他 这个元虎 丧心病狂 无所顾忌 居然敢暗害朝廷重臣 他的眼中 还有没有阵这个皇帝 皇上 元虎来势汹汹 皇上当阵定思索对策 以免 不孝命帝的后尘啊 如履薄冰的日子 朕已经过够了 求皇上多多保重龙体 毕竟这大周朝就靠皇上您了 箭在弦上 不得不罚 传朕旨意 朕 近日 不见任何大臣 尤其是宇文大司空 和青所姑娘 另外 大司空 公然反抗朕 扣他两个月奉路 皇上 能与皇上并肩作战 并为义重任的 就只有大司空了 您 您现在下这样的旨意 岂不是要孤君作战 朕 宇文户 想借突厥联姻之事 要挟朕 朕 到现在才明白 怪不得有那么多的大臣 一夜之间 向宇文户倒戈相向 朕一切都是宇文户的计策 他要紧 众臣之口 将朕 逼上绝路 调出 珍惜于朕的忠臣 将他们赶尽杀绝 朕不怕死 朕 要切断与众爱卿的瓜葛 故事一人面对 宇文户 你还有哪些建构 肆意屠杀 宇文户 还有哪些花招 尽管使出来 皇上 皇上 皇上竟下了这样的质疑 朕分明是想批清和我的关系 独立承担 皇上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眼睛睁开着皇上孤军作战 宇文户蒙似虎 哪里才是他的破绽 究竟怎么做 才能保住皇上 主上 大仲代有书信到 主上 大仲代要重提联姻之事 他要我在朝堂上 向皇上表明 为了大周天下 自愿与突厥和亲 那岂不是被蒙弃约 要与齐国开战了 大仲代这招实在高明 一则动摇国体 二则对我试探 假如 我要是随了他的心愿 那么皇上费尽心力 与齐国签下的盟约 就成了一张废纸 周齐站顿臂起 假如 我要是对他的暗示置若勇文 那么 他势必会猜到 我与皇上同其脸之一同打压 更或许 他会先下手为强 因为此时 他兵权在握 我跟皇上 并无胜算 这可怎么办 一定要下个 两全其美的法子才好 两全其美 对啊 一方面 不能让大仲宰察觉出 主上对皇上兄弟情深 另一方面 也不能让大仲宰戒烈因 破坏联盟知己得逞 有没有高长公的消息 高长公 高长公行踪隐秘 属下惭愧 一直没查到他的线索 也许他就在我们身边 他在大仲宰府 朝往令下去 明日清晨 我要上山进香 还有 今夜势必要加强戒备 是 高长公就在这附近啊 瞎说 这么多人 他不是找死吗 这他要是真的来了 咱们挡得住吧 笑话 咱们主上也不是吃素的 我还是有点怕 明日主上上山进香之后 就有决策 谁 姑娘 你这是做什么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有消息吗 有消息了 大司空今天要带清索夫人和姑娘 一起去庙里烧香还愿 那小院那边呢 小院那边没动静 奴婢也奇怪呢 说是带清索夫人前往 可那些侍卫一个都没走 都守在原地 阿庸真是狡猾 要不是大中宰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 这是个引诱高长公上钩的计划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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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司空 婉儿你这是做什么 没 没什么 车年已经备好了 若是婉儿梳妆好了 就可离府上山了 阿庸 我今天突然有些不舒服 你看我的脸 我今天 我今天 恐怕不能陪你上山进香了 婉儿 你这是怎么了 我马上去找大夫 不必了 你还是赶紧上山吧 不要误了及时 我这是宿急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发作 要是无效 只要阿庸帮我带一些糖肠蒲回来 放在屋里 我就会没事的 真的吗 真的 阿庸 我会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 等你带糖肠蒲回来 你好 好好照顾你家姑娘 但凡有事 立刻派人上山为我送信 是 好好休息 嗯 还不快点出去跟着 要是有了消息 赶紧回来禀报 是 叫你常出来走走就是不停 你看 现在终究是弱不禁风了 来 小心啊 姑娘姑娘看到了大司空确实带了清索夫人出去 但小月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看来是舍不得原青锁涉险 原青锁啊原青锁 看来你还被蒙在鼓里 我倒是想知道 你要是亲眼看到 阿庸用你的替身去勾引你的情人出来 你会做何感受 看看 你是不是还要这样赖着阿庸 姑娘您想要做什么 做一件好事 一件 天大的好事 这个碧香 不是去找楚宗馆打探消息了吗 怎么还没回来 我得想个办法出去才行 不然 殿下在长安城多待一天 危险就更多一些 是你 是我 我是来帮妹妹的 你会帮我 笑话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就是来帮你的 外面的侍卫都已经中了弥香 半炸香的时间 就会醒过来 妹妹这时候要是不走 日后只怕就没有机会了 你骗我出去想干什么 算了 就算我问你 你也未必会说出什么 我先走了 傻妹妹 你的心上人有危险 大中宰跟阿庸 布下了天罗帝王 正等着逮捕高长公呢 殿下 殿下在哪里 只要你跟我走 便可以找到他 我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也可以 但是错过了与高长公 见面的机会 妹妹可别后悔啊 你说的可当真 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 那就只能赌一赌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从大中宰府得来消息 阿庸要对付高长公 刚才阿庸带了一名身材 跟你相仿的女子 穿着你的衣服 离开了大司公府 分明是要以你为二 又高长公出来 幸好我打听好了地方 难怪 难怪昨天晚上 碧香拿走了我几件衣服 你肯相信我说的话了 你就不怕我把你带出去 然后杀了你 我自然是不肯相信你 只是 我不想 让殿下陷入危险 至于你杀不杀我 你自己想清楚 如何跟大中宰府 还有宇文雍交代吧 那好 只要你跟我走 保管你看一场好戏 好 这里不错 能够让你看得清楚明白 言文 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不是说带我来见殿下吗 那殿下到底在哪里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不但让你见到殿下 更会知道 阿庸对你是情真一切 还是只是利用 我要先见到殿下 不行 先见殿下 就会坏了阿庸的计划 你还是乖乖在这里待着吧 袁清索 你不要不知好歹 我让你看 你就必须得看 阿弥陀佛 大司空降临有失远迎 彭必升会啊 请 有劳主持了 你在此等候 主上 佛门境地 岂能刀兵相见 等着 是 大司空 上次大司空布施三百卷金刚经 已经由本寺僧众抄写完毕 大司空是先进香 还是先看经卷啊 还是先看一下经卷嘛 大司空 夫人 请 夫人 夫人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准备好了 就马上进香 好 那个人是谁 为什么穿着我的衣服 我没骗你吧 看好了 好戏马上开始 主上 你确定高长宫一定会来吗 一定会来 主上 看 高长宫来了 别出声 你 我以为你在高长宫心里有多重要呢 原来是来找你索命的 我只问你几句话 你回答我我就走 那些事 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回答我 我在这儿 你要杀就来杀我 他怎么来了 主上 怎么办 记住 不惜一切保护青索 是 殿下 你就这么恨我吗 竟然从齐国 跑到大洲来 来取我的性命 我只是想问你 我母亲 是不是你所伤 原来你一直都不相信我 没想到 在殿下的心里 我竟然是这样的人 好 你娘是我伤的 那又如何 戒指呢 戒指现在何处 戒指 戒指不是你来大司空府 带走我之前 就已经派人拿走了吗 什么 是谁 是谁给你讨回了戒指 殿下营救被赴兄弟的时候 我见过他 脸色很白 要是我记得不错 他姓何 殿下 如果想要杀我 就请尽快下手 卓国的人 已经知道你来了长安城 设下了军堂 我行军多年 念慧不知这里牌服了很多人手 果然不愧是周国的大司空 高昌宫 我说过 如果你再敢出现在长安城里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玉文庸 这才是你该做的 我该做的不止这些 原清索 是谁准你到这里来的 还不快回大司空府 殿下 你快走 孤正斩杀场多年 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原清索 你告诉我 你是如何伤害我母亲的 夫人 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何必来问我 不可能 你一个种弱女子 根本就进不了我母亲的身 殿下 高昌宫 你居然有胆子再来长安城 可今日你来得走不得 上 清索 殿下 小川城 我在您心上出了一头 今日 给我还你到 你我互不相欠 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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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让开我 放开我 放开 快 放手了 你要血够多撑不了多久 抓住他 高血» 铲澤 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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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全天公主 把征服开的 抓住他 四弟 做得好 这次你为咱们大周朝立了大功 清锁怎么样 已经派人快马嘉宾送回大四公府 兄长无需担心 好 你这次不但将高昌宫一网成琴 还赢回了美人芳心 真是一箭双雕啊 多谢兄长谬赞 先押入大牢 四弟 为兄还有正事要办 你就好好照顾清锁吧 恭送兄长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来人哪 放我出去 晚了 高昌宫已经被押入大牢了 我劝你救他 他是堂堂齐国战神 要不是为了我受了伤 怎么会被那些人捉住 我因何要救他 他是齐国人 几次三番进入长安城 于国于家 我都不能放过他 他只是自己找死 他这是为了我 我早就该猜到了 你的心里还是只有他 你给我站住 你想过没有 你连这个大司空府都出不去 就算能出去 你怎么救他 你只会害了他 我求你 你就这么想救他 即使他持刀相向 你怎么救他 到了地下 我自会向爹娘交代 晦姬毕伤 情深不收 等等 我不能向你保证别的 但我保证 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 无论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不会拒绝 今生今世 我绝不与他相见 听说那个人 是七国的高长公啊 都说高长公长得特别美 还真是这样 你不要命啊 他是大中宰的囚犯 看看那些守备 恐怕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可是我听说高长公 力大无比 能开山碎石 怎么现在这么老实啊 哎呀 好像啊 是大中宰给他下了药 现在这个高长公啊 恐怕是首富鸡之力了 哎呦 那他是想逃都逃不掉了 咱们大中宰呀真是威风啊 那是我们的高长公断大中宰的树 别想跑了 嗯 这次逃不了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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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要不要先把他关进牢房 怎么 你是发了善心了 不想高长公受罪呢 还是 主上 属下只是觉得 此处地主闹事 人多嘈杂 万一有人混在看热闹的百姓逐劫 我就是 等着看这出好戏 主上 寡人就想让人觉得 有机会能救走高长公 更何况 这里虽然人多嘈杂 可思念事业开阔 一旦有可疑人等出现 守卫立即便会发现 高长公此时 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我倒要看看 哪只藏在寡人身边的野猫 敢来吃这块肉 主上英明 皇上 该歇息了 大司空 您这是 四弟 参见皇上 不必多礼 四弟到此 必是有什么要事 是 有关高长公 皇上英明 连日来 高长公在大司空府外 司机行动 宇文后又盯着皇上 虎视眈眈 令臣弟父辈受敌 苦不堪言 臣弟 才迫不得已想出了个 上山金香的机策 捉住高长公 一则 清除身边的刺客 二来 转移宇文后的注意力 给皇上和臣弟 一个喘息的机会 四弟 你是两全其美了 显必清索 自是纠结晚分了 皇上说的是 不止如此 虽然皇上与臣弟 暂时脱离困境 但是周七联盟 是兵风瓦解 还是向下积蓄 还请皇上做主 虽然 周七是盟国 但高长公 无正式使节令书 亦无我国之邀请 私自潜入大洲都城 是死罪 大洲宰 势必不会轻易放过高长公 倘若高长公 当真死在长安城 周七盟月 必然撕毁 到时候 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四弟 此举 虽然获得些许 大洲宰的信愿 可确实令人头疼 四弟你可有万全之策 陷下大中宰将高长公钓鱼广场施众 倒是一个好时机 你要救他 当心大中宰已经不好陷阱 只等着请君入梦了 于公于私 臣弟势必一搏 只是臣弟担心皇上 不必为朕担忧 岳工人一直都在小心提防 前来伺候的工人侍卫 也都一一查过 金方又细作混入其中 皇上 还记得 小时候 我们玩的捉迷藏的游戏吗 记得 小的时候 皇上与臣弟最喜欢玩的 就是声东击西之街 一人藏好 一人有敌 双方互相呼应 互相救援 时而比线 时而我出 直到来找皇上与臣弟的人 累得气喘吁吁 力不可知 记得就好 这次 你我兄弟联手 绝对不能让他们猜到 我们真正的藏身之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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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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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上 主上 天色已经晚了 主上真的要亲自开手吗 这么好的戏 寡人怎么能够错过呢 主上 当真有细作回来吗 我不在乎细作不细作 只是想起来 有个谜团在我心里藏了许久了 也许今日 会解开这个谜团 主上 英明 主上 茶水凉了 快别热的吧 传我的令下去 严加看守 发现有人来救 立刻拿下 绝不能放走任何可疑的人 若有兵士看守不力 格杀勿论 是 这个羽维虎 圣刚半夜 让本宫能到这里来守着 到底玩什么白戏 转转 转转 赶不来 是皇上让奴隶们来伺候大总宰 是 参见大总宰 皇上预指大总宰擒获高长弓 皇上体恤大总宰势必恭亲 太过操劳 特命奴婢送来茶典 慰劳大总宰 皇上大总宰 感谢皇上赏 奴婢罪该万死 站住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宫中侍女众多 奴婢身份卑微 一直无言伺候大中宰 你叫什么名字 奴婢叫春花 在何处使唤 在 主上 宫中出事 下去 是 主上 留下足够的人数 其余人跟我进宫 是